我们继续说 一个是核酸检测的乱象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方舱的问题 现在呢 是风口浪尖上 舆论的焦点 那么明德先生 今天发了一段文字 很短 他是掏空国库 伤透明心 核酸乱象背后三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他提出了三个问题 他说有人说 核酸乱象豪的是国库 伤的是民心 这句话不假 但如果我们追问一句 为什么有核酸乱象 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呢 明德先生说 他说他有三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第一 核酸造假被发现已经不是第一起了 为什么只有北京对造假的机构采取了行使处罚 而其他地方只是轻轻拍了一下板子 通报批评 顶多罚款几千块钱 就完事了 为什么 他不明白 咱们也都不明白 第二 明知道核酸企业不差钱 明知道核酸企业这种疯狂的盈利能力 并不能长久的维持 那为什么 一些核酸企业的IPO还是能够顺利的过会呢 就是很多企业 包括什么张和子 张珊珊他们家 不都是一些都IPO了呢 人家上市呢 IPO上市的话 这个主管部门的证监会 怎么过的呢 这个这个这个 他们的这个IPO呢 明知道这种东西 这个他们已经钱赚的盆满钵满了 不缺钱 明知道他们这个 这个 是这个 就疫情之下的这样的一份 一个短期之内的一种暴力的行为 疫情过去之后 他们还能有这样的盈利能力呢 不可能有了 所以这种他的这种这个盈利的这种局面 是不会长期的持久的 除非他们能操控国家 控制这个国家 然后让疫情永远有 否则的话 他不会长久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他们IPO的这些个东西 就能过会 一家一家的IPO就能过会呢 啊 打开绿灯呢 这是第二个百思不得气节 第三个呢 说全网追问的一些核酸企业 为什么就不了了之呢 就包括 我这个主要指的就是什么 何子 何子 何何 张何子 张栅栅什么的啊 为什么就不了了之 没有下文 是啊 我们也没看到下文了 是不是啊 那我问了 到底谁在给这些企业背书呢 啊 一桩桩一件件 仿佛都湿沉大海一样 遥无音讯 这正常 当然不正常 当然不正常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张珊珊 谁是张珊珊 这才是三四天前的时候 这这个搞出来的东西 大家都开始 人肉 还是开始找 开始了 这个这个这个 挖这家企业的 这个这个这个内幕 但是他这是 刚刚提出来的 你看科兴生物什么的 那都 那都钱都赚疯了 都是不是啊 那都早一年两年前 都钱都赚疯了 都 然后也也没少出事 是不是 也没少出事 你包括今年年初 河南的什么许昌啊 什么这都都明显的 这造假 包括今天上半年上海 什么的 不说至少十多起 什么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最后啊 都不了了之呢 那么这个确实是 让人百思不得气解 那么呢 明泽先发感慨 他说 但凡我们从众 惩处一批 但凡决第三尺 挖出一些核酸造假企业的 幕后的黑手 他们还会像今天这样 肆无忌惮的 掏空国库 伤透明心吗 啊 这是 明德先生对于核酸造假的这个问题 和造假的企业 逍遥法外的这些个疑问 不解和感慨 是啊 这核酸 还有什么 比如方舱 方舱医院 大建特建 我反正说 甚至有些地方都是融资建的 这个方舱医院 那建完了怎么样 疫情你控制住了之后 这方舱医院干嘛 养鸡啊 哈哈哈哈 得让他回本了 得赚钱了 得运营了 石家庄 那石家庄 这防疫不是出现过反复吗 这些典型啊 石家庄现在方舱的政策已经出来了 昨天啊 昨天啊 宣布出来了 昨天已经宣布了 石家庄方舱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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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是 进 进驻方舱 一人一间 啊 这单间 一人一间 然后呢 每个人进方舱的人 每天要做一次核酸 那么每次呢 自费 十六块钱 那 每天做一次 每次十六块钱 这是自费的 第二 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 核酸检测的费用 第二个费用 餐费 一日三餐 早餐十块钱 中餐晚餐 二十块钱 一天五十块钱 自费 第三 房钱 一人一间 得交钱呢 是交房钱 一人一间 一天一百 那么总共呢 一个人一天 在方舱里面 这几项加一起 一百六十六块钱 那么如果要是 在方舱待七天 总计是一千一百六十二块钱 如果 隔离 在方舱隔离半个月 那就是两千四百九十块钱 而上面说的这些个科目 那全部的都是自费的 这里不包含任何其他别的发生的 一定要发生的其他别的费用 这是 石家庄 已经把这个方舱的政策都宣布出来 那么 其他地方怎么样 毛胖 毛胖 千万不要盲目乐观 毛胖 关于方舱 方舱的事 关于广州的这个 实验的事 包括核酸那些事 这毛胖 千万不要盲目乐观 这个 发了一篇他的文字 我觉得他有些挺矛盾 然后思考也比较独立 这么个人 他说 他昨天上午 他写了一篇关于广州 广东开始共存 但离结束还远的文章 然后呢 发出一十五分钟不到 就探号 就成白板 他不懂 为什么这是 他也不懂 他说大概 可能是他这篇文章发出了以后 很多城市不爽 很多城市不爽 说至少某个建了 二十万个床位方舱的那个省份 以及某些准备把方舱 当生意做的地方 会觉得很气 就很生气 毕竟这么大的投资下去了 还没得到回报就结束了 那太让人失望了 是不是啊 就投资失败了 投资错误了 是不是啊 所以他说广州的这个尝试 会有怎么样的反应 有待观察 这个反应什么意思 他说的意思就是广州 广东 他不是独立的国家 他是整个中 华民共和国 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议员 你单独这么搞了之后 别的地方怎么办呢 大家都是 是这个这个 都是诸侯 都是省级单位 你要这么搞了的话 我们那么怎么办呢 他里面呢 说了一些的 这样的 针对广州尝试 可能会有一些反应 他估计到的 当然还有别的一些内容 对于某些 他说吧 对于某些内地的省上来说 你广东开始共存了 我们怎么办呢 我临时扩权得来的权力 就这么失去了吗 我七大姑八大姨 投资的核酸检测公司 还没有回本呢 保供单位还没有撞够呢 就这么结束了 那怎么可以啊 那你说的话 你广东 广东你这么搞的话 你太不照顾邻居了 是不是 你这么搞的话 我们都不好过了 我们不好活了 我们跟你学的话 我们这都都废了吗 是不是 你这么搞这太不过意思了 是不是 太积极 太争积极 抢先进了 那我们活不活了 然后他又举了一些 北方城市的一些个 一些个做法 当然他这篇文章里 明显的充斥着 对北方的一种歧视 我觉得 他说呢 接着说 他说对于广东来说 也不是某些人所说的 就是放开了 只是在严格的执行20条 比如广州 这个 全面解封 除高风险以外的 这个临时管控区 不搞大规模全员核酸 逐步恢复唐石 恢复交通 不搞大规模的疏散 但是深圳这边呢 也不是完全停止做核酸 有的地方还在做 有的地方进出 还需要24小时的核酸码 核酸证明 他说但是呢 确实要承认 这个 广州也好 深圳也好 确实跟以前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 那么呢 他说他很理解 广东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呢 广东 经济发达地区 是不是 这个 像内地那么玩 那么像内地那么防疫 那么抗疫那么一刀切 那么藏仓加码 其实 这个广东他也玩不起 为什么 经济发达 经济发达意味着什么 经济发达意味着他 比如他产能大 比如说他的 这个人口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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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 以往的商业发达 然后商业发达的话 商业依赖人口就 就更多 是不是 第三产业的这个供养的人口 也就更多 是不是 那你像内地那一刀切 层层加码的话 天天疯 那他都还了得了 是不是 你像 那广州的烟火 说什么 我们为什么说广州烟火气 烟火 什么是烟火气 西关大屋 他妈那早茶呀 什么的 那是一家一户 一个摊点 一个摊点 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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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面 一个排面 一家饭店 一家饭店 但是撑起了广东的烟火气 那是大量的商业人口 第三产业的人口 不动手是不能动口的 所以你说发达 发达是建立在什么 建立在他正常的这个社会秩序 正常的社会运行基础之上的 你要像北方那么抗疫的话 有疫情的时候 咔一刀切 大家都跟死成似的 都一封 封他两个月 三个月的话 广东也真受不了 他也真受不了 他感觉到说广东深圳 少了很多人 感觉啊 这个人去哪了呢 是不是呢 大家说 这个一个是呢 打工仔坚持不住回老家了 还有很多小老板破产了 还有很多人跑国外去 润了 润了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还继续严格的封控 无疑会进一步的激化矛盾 有些话他说 有些话他不好说 他说你以为广东现在的选择 真的是主动的吗 哈哈 有些事啊 他是在广东的 他说有些事 在广东的人心里明白 嗯 严格执行二十条 事实上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无奈的选择 因为经济压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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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嗯 这个太大 嗯 那么 他说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 需要这个细化啊 如果后续大规模爆发了 那符合哪些条件居家隔离 哪些需要进方舱隔离 这都要拿出明确的条文来 这肯定是广州的这个实验 肯定都会拿出来 肯定都会总结出这些东西来 嗯 啊 而且说要不要学学人家国外呢 检测出现阳性了 上报以后 然后就有食物配给 还有现金补贴 要大家这样 他说他一直不理解一个问题 就建方舱那么费钱 维持也需要花钱 把这些钱直接发给感染者 让他们在家里隔离不好吗 有食物 有补贴 谁还会出去乱跑呢 是不是 知道自己羊了的话 啊 网传北京民企全面放开 停止核酸检测 啊 这又不能出这么一个标题 网传北京明天全面放开 停止 停止核酸检测 这都是一个个利好的消息 一个个标题 微博的标题跳出来啊 是啊 是啊 当然了啊 你像国外 你像澳洲那块 有食物有补贴 政府真给 啊 真金搬银 一个月七百五十块钱 就是一个打工仔 打工妹都是 一周七百五七百五十块钱 现金 但是你才不敢保证 这地方人家不出去跑 这地方很多人 现在澳大利亚很多人 可能自己羊羊了都不知道了 为什么 大家就是因为半年多了 快一年了 都习以为常了大家 都能正确看待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 那个西伟哥今天这是 我是在下午跟大家 录这个我们的视频 因为我今天晚上我家里要来一些朋友 要到我这聚一下 今天晚上会闹得很晚 所以我今天下午提前呢 把这个视频说出来 录出来 晚上再发给他 发发发发给大家 我今天晚上来的这些朋友里头 绝大多数都养过了 哈哈哈哈 绝大多数都养过了 最早的可能是将近一年了吧 最近的可能也就是几周前都养过了 嗯 今天晚上我和我太太还没养过呢 哈哈哈哈 嗯 我们会跟这些朋友们 因为我们 几乎每周都要在一起的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都不在乎 包括我们也都不在乎 我们也都不在乎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 也可能我们是错误的 也可能我们的后患 在后面在等着我 那我就自作自受吧 是不是啊 嗯 嗯 那么呢 那么他说接下来呢 还有观察 观察比如说广州 广东这么搞的 内地怎么对待 从广东到他们那去出差 经商 探亲旅游的这些人 哈哈 这也也是一个考啊 这也真是一个考啊 嗯 真是一个考 尤其内地 说现在建了那么多方舱 有啊 对他这说 有的还是融资建的 就这么废了 还是把它变成 发财的工具 说你广东经济好 建方舱 拆方舱 你都不是个事 没几个钱呢 我们地方穷啊 我们 我们搞不起啊 我们怎么办呢 是不是啊 嗯 还提到了内地的 思想观念问题 是不是啊 哈哈 啊 啊 他说广东和内地 最大的不同 就是这里的人 如果停下来 损失是巨大的 而内地本来经济就不好 停下来损失 也不会增加多少 哈哈 这个人在广东的人啊 所以说内地那么严控 对于广东 那是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广东 不仅需要快 风快解 英解禁解 更需要真正的自由 人员货物 要流动起来 而这对于内地来说 他们并没有这样的紧迫性 尤其 像北方某些城市 本来就没什么事 做 整个城市 也没什么工业 封就封呗 静默就静默呗 在家喝酒也不错 广东不行 广东 广东静默付出的成本 太大 甚至可能失去 永久的这个 订单的 嗯 所以广东 不能跟内地一样 那他这个 从头之尾 说的是广东特殊论 哈哈 然后他说 接下来我们要观察几个点 一 广东如何扛过可能的大规模的感染 第二 内地如何对待广东人 第三 某些人是不是还会用其他的手段来干扰广东的措施 所以 不要盲目乐观 那 即便是广东顺利的共存了 内地也不一定跟广东共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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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毕竟啊 毕竟对于某些人来说 你广东经济条件好 你可以共存 我们这 要这样的话 我们这里要出问题了 我们要丢官的 是不是啊 我们不会轻易的向你广东学的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呢 不排除 不排除 最后啊 结尾 发发牢骚 他说某些人连自己城市老百姓的死活都不在乎 能不能赚到钱 有没有吃的他都不管 而却在那里说官 却在那里说他妈的在乎老百姓的健康 你不觉得很搞笑 嗯 哎呀 还是那句话 广东人吃了螃蟹 吃好了会有示范效应 啊 这个红锡内地的人才和资金 搞不好会被人家搞得灰头土脸 哈哈哈哈 不管怎么样 啊 挺赞同 广东的做法 嗯 甚至还觉得广东现在还有点保守 这个步子迈的有点小 啊 能不能把这步子迈的再大一点呢 是不是啊 胆子也再大一点呢 毕竟这三年 啊 过来之后 大家痛彻的认识到 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 嗯 嗯 关于这个核酸检测啊 关于这个方舱啊 这个防疫乱象 几条信息啊 包括广东 解封之后的广东啊 以后 自己怎么跟病毒共存 然后呢 广东怎么样跟这个 其他省市兄弟省市吗 共存 哈哈哈哈 啊 啊 我觉得提出了一些个问题 啊 啊 有参考价值 谢谢大家 啊 啊 啊